关注商业热点 当地时间6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 阻止视频分享应用TikTok和通讯应用微信所属公司 与美国的所有交易 该行政命令将在45天后9月20号生效 这意味着美国到时候会禁止任何美国公司或个人 与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或微信所属公司腾讯进行交易 在美国发布这则禁令后 腾讯股价硬升下跌 截止7号收盘 股价下跌5.04% 7号晚间 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 我们注意到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于2020年8月6号 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与我们的WeChat应用程式相关的 且受制于美国管辖的若干交易 本公司正在审具行政命令的潜在后果 以便更全面理解其对本集团的影响 将在适当的时候发布进一步的公告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宝宝宝 更多内容请关注南方都市宝APP 位置创曲 上 bientôt 二 二 啊 我 你